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张启腾 近期美猪进口议题引发民众讨论 而桃园因为黑猪肉的产量高 因此桃园市政府透过落实国产猪肉食材在地化 除了举办2020桃园黑猪大赏推广黑猪肉 同时也推出了地方肉品标章 借此提供消费者新鲜安全的猪肉 大口吃下色香味俱全的客家小草 桃园市长曾文灿化身为宣传大使 推广台湾本土油脂猪肉 桃园市政府为了提升台湾国产猪的能见度 因此透过跟中央续产会合作 并举办2020桃园黑猪大赏 要宣传台湾猪的好滋味 中央续产会跟桃园市政府举行 国产的黑猪大赏 那黑猪占占桃园的猪肉 产量超过七成以上 那我们跟屏东是黑猪的主要产地 那其实我们的客家料理所使用的猪肉 都是在地的黑猪 那我想那个口感跟品质是比进口猪肉来得好 今天我们请了阿宏师来做客家小草 还有我们的这个国产猪肉的各种料理 那我跟林聪贤主委呢 都是认为这都是我们台湾文化的一部分 我们应该好好的保护 我们的这个米食文化 我们的猪肉的文化 桃园市长曾文灿在专业主厨介绍下 熟练的快果翻炒 一道道的黑猪肉料理纷纷上桌 除了有香气扑鼻的黑猪肉肉造饭 同时还有卤得油亮的控肉 而台湾黑毛猪肉有什么独特的滋味 就让料理达人告诉您 国产猪肉跟我们的冷冻猪肉吃起来的口感 因为国产猪它的纤维脂比较细 然后还有保水性比较好 所以它适合炖煮这些都很方便 然后呢虽然它看起来比较油 它肥肉比较多 但是还经过我们的料理过后呢 它吃起来不会腻 这就是我们觉得好吃的地方 因为太瘦的部分 就是太瘦啊 会吃起来比较色 口感会比较偏硬 所以我们会支持我们的台湾的国产猪 我们的桃园猪 其实肥不用怕 因为它的保水性跟纤维脂不同 它比较细腻 所以吃起来你会觉得好像吃瘦肉那种感觉 不会很油腻 近期美猪进口议题引发民众讨论 而桃园因为黑猪肉产量高 因此桃园市政府透过肉食国产猪肉食材在地化 并推出地方肉品标章 届时跟中央推出的台湾猪标章 以双标章认证提供消费者新鲜安全 且可信赖的猪肉 记者王周军桃园报道 近年来桃园市的海岸线在桃园市政府海管处 整治下环境逐渐变好 而这次海管处透过跟海洋保育署合作 从11月开始施办废弃鱼网回收再利用计划 欢迎渔民一起参与回收 减少飞弃鱼网对海洋生物的危害 一捆一捆的废弃鱼网 在渔民的齐心合力之下 不仅将鱼网上的垃圾清除 同时这些鱼网在经过繁复的处理后 最终变成太阳眼镜 衣服等产品 而废弃鱼网的回收再利用 也让桃园市的海岸线变得更加干净漂亮 站到这里看 岸边海滩都变得很干净 不然以前你没有回收起来 就有的废网 它也不知道丢哪 然后就放在那边 现在有这个回收机制是好很多 然后不好做就是 每个步骤其实都不好做 因为网子上面会卡很多小垃圾 要把它挑出来 挑到很干净 真的很不容易 而且网子跟绳子它绑的都很紧 它距离不到30公分就要绑一个 你就要捡一次 所以一整条网子下来都要捡很久 近年来桃园市的海岸线 在桃园市政府海管处的整治下 整体环境逐渐变好 而这次海管处透过跟海洋保育署合作 不仅将废弃鱼网回收再利用 同时渔民也藉由将处理完毕的 废弃鱼网卖给回收业者 借此让海费变黄金 市政府海岸管理处跟海保育署合作 进行了废鱼网的回收计划 那我们把这个鱼网的绳子跟网子把它分离 那分别回收 那一公斤的鱼网我们回收的这个价格是15块钱 那我们希望这样子的工作呢可以继续进行 因为呢我们要让海费变黄金 然后呢我们希望就是这些废鱼网呢不再是以前危害生态的一个杀手 而是呢它经过我们台湾其实有很强的回收再利用的技术 经过回收再利用之后呢 它其实可以变成有用的东西 废弃鱼网回收再利用计划 从11月开始施班后 不到一个月就成功回收20公吨的废弃鱼网 而目前市府分别在竹围及永安渔港设置废弃鱼网回收点 并以每公斤15元的价格向渔民收购 欢迎渔民一起参与回收计划 减少废弃鱼网对海洋生物的危害 为了改善龙寿里的居住品质 里长陈水斌积极将市府争取经费 整治位在五弦宫附近的溪流 整治工程采用石头堆叠有高低落差 降低大雨一次性的快速冲刷 位于桃园市龟寿里五弦宫附近的溪流 经过两年多的整治终于完成 由于未处山坡地导致下大雨会冲刷太快 造成危险 因此里长在接获民众反应后 积极向市府争取完成这次的整治计划 行文给水务局反应 来勘察之后认为说还是需要来整治 然后我们就联络了这附近的当地的地主 地主有经过好几次的协调 他们也都很乐意用土地无常使用的方式 就提供给水务局来整个来施作 工程采取用石头堆叠有高低落差 若突然有大雨的话可以降低一次性的大量冲刷减低危害 此外未来沿岸会种植绿色植物 以及搭配萤火虫园区等 希望提升龙寿里里民的居住环境 我们也跟青龙山的土鸡城那个小精灵 萤火虫馆来结合说是不是可以做以后的 萤火虫的栖息的野放的富裕的地方 结果他们也是欣然就答应欣然同意 然后又结合当地这个国董 它上面种植了有大概一千多株的咖啡树 然后他也愿意说他有制作咖啡的过程 以后的话可以作为我们农兽社区跟萤火虫来结合 历经两年的整治工程已经完工 不只能减缓大雨所带来的困扰 未来沿岸若是再加上绿美化的工程 相信整体的景观会更加吸引人 记者尤嘉宇桃源报道 座落在丰府里的土地公庙历史悠久 从早期民众为求丰收以三颗石头为土地公庙神位 到如今整修后的完整庙宇 一直是当地民众的信仰中心 而庙宇流传了不少的传奇 就口耳相传延续当地信仰 位在桂山区丰府里有一棵百年枫树 以及土地公庙 是当地居民的信仰中心 早期民众为求丰收 便以三颗石头作为土地公庙神位 直到105年发生火灾时 庙方收到来自各方的善心 重新整治环境 才能让百年信仰能够持续流传 之前有建商也曾经跟土地公 就在盖房子的时候 跟土地公想说 在帮他改建一个盖新的庙 不过那时候都拔没杯 那时候土地公也没有答应 因为这种东西就是 他可能我们在想 可是土地公在找有缘人 或是在找石鸡队的时候 那就在105年的时候 就是一个不明的小火灾 把那时候的庙体有点烧毁 开始筹办整个把土地公重建 由于土地公庙历史已久 因此也流传不少特别的故事 像是放在庙里的破损香炉 就是因为当时土地公遭土石掩埋 经由当地富人告之后 才找到这个香炉 后来也因为这样将香炉放置在庙里 并告知民众由来 历史悠久的土地公庙 经过整修后让信徒的参拜环境更加完善 而庙方也邀请附近小学制作祈福卡 希望鼠年土地公能持续保佑在地相亲 延续信仰 记者尤家瑜桃园报道 学童的课后安全问题一直受到重视 不过有些家庭并没有办法 额外负担补习班费用 因此市议员朱真瑶 于开学期间开设了读书班 同时有超过20年 英文教学经验的老师共同努力 需要让孩子在温馨的学习环境下快乐长大 学童的课后安全一直是大家重视的议题 许多家长会选择将孩子送往补习班 但并非所有家庭都有能力负担额外费用 因此市议员朱真瑶和前民社区发展协会 共同开设安清读书班 希望能提升孩子的学习条件 那我们如何让小朋友在课后的时间 可以学到他该学的 该写的功课都做完 他分内的事情进完 培养他负责任的态度 另外我们可以借由我们这些有爱心的老师 能够再教他们一些别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当然我一开始在做的时候 其实蛮多阻力的 因为很多人会认为说 这个又没有分数 这个又就是没有什么新三四 又上不了新闻 可是问题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默默的 你可能先做一个 然后做得好之后 复吃第二个第三个 慢慢的它是民众可以有感真的帮到别人的 这里跟外面的安清班不同 因为来到这边的课后辅导是完全免费的 老师也是拥有超过二十年的英语教学经验 平常除了教导小朋友们写作业外 还会带入英文游戏 并且在快乐学习与适当压力中取得平衡 这个安清班很不错 师爷又有爱心也很不错 我们希望可以延续下去 有这个课程安清班 小朋友都很高兴 下个礼拜赶快到来 我们上英文课就是玩 老师写四个字 然后先写两个 然后要我们写另外两个 我很喜欢来这边 可以加到很多好朋友 安清读习班从108年9月开始 每周二于前明礼集会所办理 而前明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张坤良 都会准备小点心 希望学童念书之余不要忘了填饱肚子 读书班用轻松有序的教学方式 引导孩子学习的动机 让小朋友的教育能持续扎根 记者尤嘉宇桃源报道 针对社会老龄化的问题 以及社会所有需要救助这些安养 所有的问题 我们希望桃源市政府 能够挺起胸膛来 向会府会及卫福部来好好的争取配合 将桃源荣家巴德荣家 改变为桃源市民安养中心 照顾所有需要照顾的市民 大家一起加油 加油 这是年轻活力的桃源 这是繁荣进步的桃源 这是热闹丰富的桃源 活力之都希望桃源 因为有你的参与 桃源越来越好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